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母亲 刚刚过世不久 我希望能以摘僧供养的方法来为母亲做功德修福报 真不知道母亲现在究竟投生到哪里了 好吧 我为你入定观察一下你母亲的去处吧 我为你选择了 你母亲生前做过什么事 她现在身处恶道里 正受着很大的痛苦 我的母亲生前 最爱吃鱼鳖之类的动物 尤其爱吃鱼子 或炒或煮任意食用 常常这样吃下来 伤害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 请尊者慈悲怜悯我 教教我该如何救她脱离恶道之苦 你可以至成送念 清静莲华目如来的名号 并且塑造绘画此活的形象 这样做可以使活着的人 和已死的人都得到善保 有劳各位了 请在这儿见佛像吧 我们全是好东西啊 谢谢您了 辛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佛修善的功德 从生成为短命的下人 活到十三岁就又要死去 重新堕入恶道受苦 我的母亲永离地狱 让她十三岁死后不再堕入恶道受罪 这百千万亿劫中 我愿一一救度所有世界中的罪苦众生 救他们脱离地狱 恶鬼 畜生 三恶道 直到令他们都成佛后 我才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 烧布 狂木 你真是大慈悲 能为母亲发如此大誓言 你母亲在十三岁舍报后 将投生为一位寿命百岁的繁治 命中以后又投生在无忧国土 寿命长得无法计算 最终他将会成佛 广度无量湖边的众生 那时候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一菩萨 宫物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 而观目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从过去九远节以来 一直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怨 广度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